里陶时代的朝鲜在艺术、天文、医学、农业、印刷、武器等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各个领域百花齐放 由此朝鲜进入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里陶在位期间最著名的成就就是召集了一帮文人创造了朝鲜字幕 在此之前朝鲜是有自己的语言的 但是并没有自己的文字 官方的文书都是用汉字书写的 汉字与朝鲜本土的语言不能完全融合 很多当地的语言汉字表达不出来 文人士大夫们他们可以学习汉文 但是平民老百姓大部分都是文盲 所以里陶就创造出了这套称为燕文的朝鲜文字母 不过燕文也不是现在的汉文 算是汉文的祖先 虽然有了自己的文字 但很尴尬的是 当时的士大夫们都是学习汉文的嘛 儒家学者们就很担心 有了朝鲜文之后会影响到儒学的学习和自身的利益 而且就连里陶本人也不是太重视自己发明的这套文字 觉得这个就是给庶民用的 方便进行精神统一的一种工具罢了 所以朝鲜文字母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 并没有能充当主流的文字 不过 里陶创造的朝鲜文字母 对朝鲜民族来说 的确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 它极大地推动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 除了对内的各项建设之外 世宗时代对外还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东征日本 朝鲜早下高丽王朝的末年就开始受到了倭寇的侵扰 其中与朝鲜半岛仅海峡之后的对马岛是朝日关系的特殊地带 对马岛是属于日本的 当时对马岛的岛主比较弱势 掌握岛上实权的是一个海盗头子 1419年的时候对马岛的倭寇向朝鲜半岛发动了大举的侵袭 其实他们的目标也不是朝鲜 他们是要去抢中国的 在路过朝鲜的时候呢 顺便也想抢点东西 李陶一听就大怒 准备要迎战倭寇 当时他爸还在 就是太上王李方元 李方元一听 赢什么战呢 不需要那么保守吧 直接去打他们的大本营 于是朝鲜就集合了军队 渡海讨伐对马岛 一个国家的主力打一个岛 也没有什么悬念 朝方获胜 清除了对马海峡窝扣的侵扰 史称应勇外扣 第二件大事是北吞女真 在朝鲜半岛北部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 多年以来都生活着女真族 在高丽王朝时期 朝鲜就不断的右翔和进攻这些女真族 逐步的吞并土地 明朝初年 大明自己的内部还不稳定 李氏朝鲜建国之后 对北方各族的女真人恩威病师 一点一点的扩张土地 到了礼陶时期 他对当时朝鲜东北的女真部落 采取了强硬的措施 更是将朝鲜土地扩到的最大 目前朝鲜半岛的领土 基本上和礼陶时期差不多 由于礼陶的政治作为 使朝鲜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国家繁荣强大 所以他被认为是朝鲜王朝最优秀的王之一 被尊称为世宗大王 礼陶由于身体不太好 1450年的时候病逝 享年54岁 他的儿子李相继位 但是文宗李相再为两年就死了 李相12岁的儿子李洪伟继位 史称端宗 刚开始的时候 李洪伟有顾名大臣辅佐 国家大事都还处理的有条部门 但是很快这种贫瘠就被打破了 他的叔叔 也就是李陶的二儿子 首扬大军李柔 面对年幼的侄儿 他心中就蒙升了篡位的念头 就在端宗继位的第二年 李柔就发动了鬼友进南 把辅助端宗的政臣打死 又把朝中反对自己的官员全部清理干净 掌握了朝廷实权与兵权 1455年 李柔逼迫自己的侄儿端宗让位给自己 从而登上了王位 使称朝鲜士族 端宗被封为太上皇软禁了起来 就算是这样 李柔还是不放心 不久之后端宗还是被刺死了 虽然李柔在篡位中手段毒辣 但是在治国方面还是不错 他在位十几年 对内对外都挺有一套 1468年 传位给了自己的儿子锐宗李晃后 第二天他就病死了 李晃在位一年多也病死了 他的儿子还太小 李晃的妈珍稀王后就让李晃的一个侄儿 也是珍稀王后的另外一个孙子 13岁的李谢继位 珍稀王后垂帘听证 李谢在位期间把国家治理的还不错 1494年的时候 陈宗李谢去世 享年38岁 不过 朝鲜王朝的黄金岁月到他这儿也就终止了 因为他的继承者是李氏朝鲜史上最恐怖的大魔王阎山君 烟山君的故事下次再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说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订阅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即 рас坏 我们下次见 一定要期待 クbe Temple 要 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